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30日 今天新华社呢 报道了新的消息啊 也就是胡春华 出席了2021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综合演练活动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南海这些决策层的 这些当官的 一个个都这个坟墨登场了 这个习近平搞了 这个深改委的会议 这个汪洋主持了政协的会议啊 刚才看到这个黄坤明 还搞了一个和越南的 这个宣传部长的 视频连线对谈啊 那么这边有胡春华就出现了 胡春华目前这个给我的感觉 冷然是非常活跃啊 并没有因为这个溯源报告 出笼之后对中共有利 这个习近平这个 组长这个权力的一个态势 仍然显得这个比较强硬 但是你必须承认汪洋也好 还是胡春华也好 似乎还是得到了这个 元老们更多的支持啊 或者说有可能在二十大呀 人事布局当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 为什么看出来呢 因为今天这个会议非常有意思啊 他加了头衔国务院副总理 租委会主任委员胡春华呀 出席什么呢 租委会第二次会议 因为这个所谓的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 中共现在在国际舞台上 因为习近平的极左路线啊 尤其和美国争霸 这个中美贸易战打得自己打糊涂啊 这个疫情四月全世界啊 所以造成什么中美这个关系紧张 那么外商纷纷撤离啊 但是总体上中美的贸易额还在增长啊 这一点说明什么 中美这个贸易具有互补性 这一点应该承认啊 这一两天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 这个王仪和布林肯通话 这个叶伦也在考虑下阶段的 贸易谈判啊 说不定对税收可能也进行一些考虑啊 等等吧 也就是说中共也非常重视啊 看看能不能改善 就是这个全球的贸易啊 因为如果说不进行贸易啊 这方面的合作啊 要想获得这个经济成果是很难的 现在对外是 以前是大撒币啊 对内要割韭菜了啊 可见经济上捉襟见肘啊 所以非常重视这个全球贸易峰会啊 这个事不是个小事啊 那么现在主长这件事具体阻抓的是谁啊 胡春华是领导了 这很有意思 另外一个习近平的嫡妻菜鸟呢 北京市里属于蔡奇 竟然什么呢 竟然是第一副主任 也就是说他是胡春华的助手 听胡春华的 你说这很有意思 他们两个人是 谁也看不上谁啊 胡春华肯定看不上菜鸟 因为菜鸟没什么本事 考虑学拍马爬上来的啊 自将新军 普将新军 随这个范围之内的啊 这个连这个 后部中央委员都不是啊 何谈中央委员 习近平给了他的竹竿一层进了政治局了 而且还当了北京市委书记了 当上了以后就开始驱逐低端人口啊 搞这个所谓北京的这个天际线建设啊 其实就是为了搞漂亮一点 表面文章 为了这个讨习近平的好啊 所以搞了天动人员呢 名声不驾啊 又给习近平买底雷啊 准备了一批这个 这个敌人啊 最少北京有数十万 这个低端人口恨这个蔡奇 说蔡奇 现在这个 统治基础并不稳啊 而且马上就要到年龄要退下来了 在这个情况下 你想给胡春华当副手 这这心里苦啊 他肯定也瞧不起胡春华 因为他心里想你胡春华算什么 就是共青团派啊 你根本我们老大根本不重死你 这个蔡奇绝对是习近平的幸福啊 所以他们两个合作这个肯定有细看啊 但是问题 中共的官媒不会报道啊 这篇文章讲说是 按照这个党中央啊 国务院的部署啊 他们开展就是开展这一次这个活动 进行这进行这个这方面的合作啊 要确保什么贸易 这个服务贸易这个会议啊 就开取圆满成功 那表面他们两个人肯定还要显得挺团结的 也不能把这个矛盾抬面化 但按下肯定是互不服气 你想一把手是胡春华 二把手是菜鸟 这个事怎么办啊 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啊 讲到这个胡春华到现场观摩了什么入场啊 巡管峰会等演练活动 还听取了租委会联络办和会展外事宣传安保疫情防控等关于筹备工作的汇报 他下面的人马很多啊 分很多小组啊 其中有会展组 有外事组 外事是来的外宾吧 来的这个海外的一些公司啊 宣传宣传 中共官党向来重视忽悠 这时候忽悠是吧 虚假素质的忽悠 造势 也一边把人骗来啊 宣传保安保 安保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社会不稳嘛 中共统治 老百姓不满 那么在国际上就会有很多国家作对 所以单身敌对势力渗透 疫情防控 还有一个疫情 现在反弹回来了 因为中共搞的是这种极端手段 这个治理疫情 和这个美国加拿大不一样 美国加拿大是靠疫苗主要是 靠这个群体改防疫了 这个大方向我认为 这个还是海外做的对 不要看倒下的人多 也不要看感染人多 因为人类和这个病毒共存 肯定是现实了 你无法给它切割 你变得像 一个病例没有不可能的 以后会越来越反弹 中共将来是大麻烦 不信你们看吧 所以他在这个环境当中要搞入场 要搞巡展 还有这个搞峰会 这个要涉及到人头 要很麻烦这件事 所以这是个庞大的办的 他们两个正在准备 主要是胡春华把关 他指出是高标准的办好这个服务 因为他必须办好 办不好 但二十大往上上哪有政绩 另外他本身来讲 胡春华说心里话 据我观察 办事还是比较认真 比较扎实 做什么事 还不是那么一种 这个富光略影 那种人 他真正还是有点本事 所以他就这里讲 是要办成呢 推动服务贸易健康发展 促进全球服务贸易 共同繁荣 这个很难繁荣 就靠习近平搞这套东西 怎么能繁荣 这个胡春华也是没办法 胡春华在讲话当中 也讲到了外防输入 压力不减 因为你要很矛盾 你要欢迎全世界来人 做生意的 要给人提供方便 来了以后就可能 有的人就把病毒带回来了 因为现在病毒 德尔塔很厉害 我今天看一个报道 美国现在疫情反弹 非常厉害 甚至有人预测 有可能年底前 搞不好要死不少人 这个数字很吓人 但是你想 你如果是不打疫苗 怎么办 没有必要办法 不能像中国那样 进行动不动 这样老百姓 动不动抓人 一发现疫情 就给你关在家里 门锁上 那是不行的 我认为还是 美国加拿大这样比较好 既要保证自由人权 又要治理疫情 不能像中共那样 中共那样一个最大的麻烦 你别看表面 疫情没有了 但是你把老百姓的民心丧失 老百姓人人恨 恨了以后 一旦是会发生裂变 什么时候发生事 你别打台海打仗 你后院就着火了 或者是再发生天安门事件 中共政权就维持不住了 因为人心里恨 表面讲的送让你洗衣品 哪个都希望你赶快下去 是不是 那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不许讲 我要讲胡春华这一次 他在会场的情况显示 他给我感觉是压菜气一头了 菜鸟不得不点头还要的 既然你是副主任 人是主任 当然都听胡春华了 胡春华可能对他也能稍微客气一点 那么菜鸟心里肯定是不爽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今天看到这个消息 这个充分说明什么 说明北戴河会议之后 这个宗兴公兴团派 江泽民的派系 江派残留的派 江派这两个派系 江湖联手了 对习近平施压 施压 施压不得不重用望远和胡春华了 他们这么一重用 他就显得肯定比习家军那些人 办事能力就要强一些的 因为习家军上的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些 吴大郎开店 溜序拍马 即使挫子里 拔搞个也拔不出像样的 都烂泥糊上墙 所以你可以看出 这个情况是挺热闹 可惜这个警示报道 就这么十几行字 没有现场视频 如果有视频 胡春华和菜鸟 要说一起站在一起 你就可以看出还有什么更可笑的细节 那么今天还来期待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